东来福地仙云山,九宫八冠七二安,云雾鸿蒙太清宫,不落红尘道园中。 大家好,我是默克生,这首《随三死,劳山太清宫》写的仙霞飘逸, 与车窗外的山海相融,令人狭想,渔船静静地停在港湾, 远处的山海与云雾,好似融为了一体。 虽然我现在人还在车上,但是我的心早已飞了出去, 就像这海面上成群的海鸥,徘徊在天海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叫巴水河,我在此下了车,此处简直太美了,就是我梦中的港湾。 车上的其他人选择坐车去抬行动,可能有些人会为这个决定而后悔。 我沿着海边的木栈道,一路前行,忽然回首望去,云雾清漫的山与海,让人如此的回味。 这就是海清湾了。 此处在松与石的映尘下,山海相依,宛若仙境。 据说这也是世上最佳赏月灵境之一,所以这也被称为太清水月台。 太漂亮了,你说从古至今啊,这帮求佛的修道子,真会找地方。 离开水月台,沿街梯而下,大海波澜壮阔,难怪这里叫翠澜。 今天的雾大呀。 这边应该是去太清宫的了。 报教全真,天下第二丛领。 劳山太清宫又称为夏清宫,始建于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现存的建筑均为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所建。 这颗汉白,是劳山道教始祖张连峰首持。 距今已经2100年了。 新搜佛搜集台,成为防御均用成为奥允。 终于关了一个庞本。 庞本学的时候,所探隐厕所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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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厕所。 一般的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代的爆焦掌门了 这就是矿长修的 那小的时候它还活着呢 这是一颗纵在的银杏 是华盖真人刘若卓手持的 北宋建龙元年 道使刘若卓被封为华盖真人 奉侍回劳山修建道院 后再次创建了劳山太清宫 今太和八年 全真教掌教邱处基 在太清宫谈玄传道 今明昌六年 全真妻子之一刘畜玄 在劳山创立了全真随山派 也叫尹山派 后来许多著名的道士文明而来 张三丰、徐富阳都曾来自欺修 这颗龙头鱼树龄一千两百年 相传为唐末道化善计真人 李哲玄所持 所以被称为唐玉 在他的旁边有个绿石龟 被称为林凤龟龙 名列玄武朱雀、青龙白虎四象之首 因是深海绿石 所以也是无价之宝 掩死再往前走 这里有个观乐祠 供奉的是观帝和岳飞 这边墙 哦 平淡无奇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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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哦 对对对 他是从那个墙里边长出来的 哦 哦 刚才听到小朋友跟我说 当年蒲宋梁啊 就在这里 聊天之夜 然后那个 老山道是传墙 传墙 传墙树 可以看那么一墙 啊 鞋的 啊 老山道是寒墙而过 去看 啊 很平淡无奇的一个墙 啊 这就过来了 它下面是个坑 穿过来会不会摔下去 这一点当时蒲宋林可能忽略了 这个坑还挺深的 如果是摔下去的话 会病情严重的 这棵侧摆灵梟 也是太轻功的一景 你别说哈 这个花长得还真是挺有点意思 那边的房顶上也是 不过那边房顶上还是单独长 这就是灵梟 它抱着这个柏树 这边呢就是三星面 这边就是王武殿 东华殿 来东华殿供奉是谁啊 啊 东华帝君 在此处可以看到老子像 但是今天雾太大了 一会上去看看 这是劳山的一处神水泉 这个水的神奇之处在于 不管是多汗有多烙 它的水位始终是这么高 但是由于后来的修缮 致使水位从井口到了目前的这个位置 而且由于人们都往里挣钱 所以现在这个水是喝不成了 不过据说道士们屋里面还是有水分流过去的 只是可欺了这枯井了 这就是不松林 辽宅之义 香芋片 其中的降雪仙子 树林五百年了 这边是一个古柏盘龙 也是汉代张莲夫手持的 这个真是很神奇啊 这林霄居然能从树中间长的 明显叶子不一样 真叶和阔叶 林霄要绿一些是吧 这棵柏树2150年了 而中间长的这棵林霄才一百年的时间 之所以会从中间长 是因为这棵树被雷劈过 在树的这个位置可以看到黑黑的 雷劈的痕迹非常明显 往里走是三皇殿 供奉的是神龙、福西、轩原三位皇帝 这边是个耿真人祠 往山后走有一处秋祖时刻 这上面刻着秋初期的尸首诗 再往山上走有一个连环洞 这就是古代倒是修炼的地方了 过了嘛呀 过了远都不大好奇 哎呀哎呀哎呀 里边还行 不过太黑了 我开开灯吧 没想到啊 这个洞还是挺大的 但是过去的道士在此修炼还是挺艰苦的 再往山上走有一处会员店 是很好的 我 faço到了 就是要看好了 我的月份是一年 初期就过去的 这有没有情人 我把它们给他补充 到一百五十月 你的年轻里 我需要一百年轻里 然后这是一个小点 你在哪里 我什么时候 我没有参加 我也要 我想念 你 我什么时候 你就 太清空的最高处有一个关海亭 我言此而上 此处有个三步天 是不是三步就可以登天了 这儿就是望海亭 不过看到海是有限的 它的旁边就是三十多米高的老子巷 这个地方看了个海 比这个关海亭又好多了 而且能把这个开清空一览无余 老子巷的下面是个悬身同游 除了这个大厅下面有个平台 有青牛和十二生肖 那么好朋友们 太清空我们就挂完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见